熱炒店門口大批顧客低調報導 客人採剛進門 業者馬上拉下鐵門 老闆看到鏡頭趕緊遮遮臉 就是不願再談起白飯事件 只怕多說多錯 還刻意對媒體比出競神手勢 就因為一場白飯風波 北科大學生槓上熱炒店 鬧到最後業者決定無限期停業 十五號最後營業日這天 不少老饕專門來捧場 最後一晚營業熱炒店宣佈 只收定位客 老闆在店裡忙進忙出 面對客人的加油打氣 也比出首飾回應 開業十五年 因為一場白飯風波 選擇暫時吹襲燈號 至於事件主角之一的北科大學生 在PO出道歉影片後 臉書粉專持續關閉身影 白飯之亂最後結局兩敗俱傷 靜新文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